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菜切蛋洗净 洗净的包菜用手撕开 丝小片 金针菇洗净备用 包菜放入大碗内 金针菇减拌 零食用油 一汤匙酱油 一汤匙香腊粉 扎匀 烤盘铺上铝箔纸 拌好的包菜放入烤盘内 烤盘铺 3分钟 烤盘铺 8分钟 烤盘铺 80度以蒸烤模式烤15分钟 记得要烤途中翻一翻哦 烤好了 蒸烤模式做出来的包菜很香很甜 好吃哦 碱心菜特别适合动脉硬化 胆结实症患者 肥胖患者 孕妇极有消化到溃疡食用 但皮肤臊氧性疾病 眼部充血患者计时 碱心菜寒醋纤维较多 且致硬 故脾胃虚寒 蟹蟹以及小儿皮弱者不宜多食 另外对于腹腔和胸外克手术后 胃肠溃疡及其出血特别严重时 腹蟹及肝病时也不能食用 包菜中含有大量的粗纤维 不易被消化吸收 对于脾胃虚弱和消化功能较差的人群来说 长期食用可能会导致腹 腹痛等胃肠道不是症状 卷心菜加黄瓜 卷心菜和黄瓜一起食用会影响维生素C的吸收 从而降低营养价值 卷心菜加肝脏 卷心菜和肝脏一起吃会损失其中的营养成分 降低营养价值 卷心菜加山竹 卷心菜和山竹一起吃容易消化不良 引起身体的不适 卷心菜加肚肉 卷心菜与肚肉一同食用对肠胃不好 容易引起腹血 呕吐 卷心菜加木耳 卷心菜和木耳一起吃有补脑 强生 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卷心菜加胡萝卜 卷心菜和胡萝卜一起吃有一定预防癌症的功效 卷心菜加西红柿 卷心菜和西红柿一起吃有预防癌细胞产生的作用 同时能加强血液循环 卷心菜加辣椒 卷心菜和辣椒一起吃能开胃 促进消化吸收 卷心菜加冬瓜 一起吃可以韧肠通便 有利于人体的消化与吸收 对减少便秘有一定作用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 请给我一个赞 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也要去看看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